重要就是說你千萬注意 會容易出錯的應該是這個地方 它規則一定是外面雙引號 裡面大瓜糊 在裡面是Process 這個可能差一個字都不行 另外最容易犯錯是這個CSS的目錄 這個指的是 這邊有一個CSS 這個要Match OK 另外這個斜線 你不能打成這樣斜線 這個是反斜線 上面是反斜線 下面是正斜線 分得出來吧 因為我發現同學這個方向不一樣 結果一定也是不一樣 OK 其他大概就是再加一個圖 本來就不用動 SPAN的部分加一下 名稱這個如果有 那就OK了 這個點標題嘛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找到了 他就幫你格式化 大概就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 我們就要 就 把前面的東西 就是再來就是我們把那個 之前 上學期的那個Python 上到的部分 再把它做個變化 就是說 上個學期講的東西 它run 只能run在哪裡呢 run在下方的刻色 那輸入的話呢 是從哪邊輸入呢 是從input的輸入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他只能在那個 Eclis裡面跑 但現在我們是讓他 跳出來 跳到網頁上 也就輸入是在網頁上 輸出也在網頁上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以前 只能在 自己玩而已 那這學期是 跟別人可以玩 比如說之前我們有寫過那個什麼 MANCE CAI嘛 就是 他會自動跳出一個什麼 跳出 這是幾月的英文 然後請你輸入幾月 以前呢 只能自己玩 因為Eclis 你總不能說這東西 你要怎麼給別人 你要再打包發 現在不用 你如果把它放Jungle上 就跳在網頁上 網頁就跳一個 就隨機 產生一個 英文 其實也可以把它改成全民英簡之類的 有沒有 之前講過 在我們那個 App課也有講的 反正就類似的 只是說放在上面 然後讓使用者填 所以你可以有個互動 那互動呢 要怎麼互動 所以我們會把 上學期寫過的東西 大概 因為有些同學 可能有聽 就是上學期有上課的同學 還有沒有上課 不管啦 反正我有上過課 我會複習 因為我發現 上過課不見得 真的都 有些可能都忘了吧 像教理重新寫這一段 多重判斷 那個年齡 請你寫出一個程式 需求是 請輸入年齡 如果他是未滿18歲 你就跳未成年 如果他是 18歲到30歲 就是青年 31到65 是壯年 然後呢 反制就老年 那程式怎麼寫 請你把它寫出來 第1步 這個只有在 Python裡面 還沒有到Djungle 第2步呢 請你把這個程式 變成Djungle OK 大概我們的目標 所以上學期很多的範例 我們都有個目標 全部把它改成 Djungle 所以上學期做的 全部都可以 把它變Djungle 那就很多了 OK 是一個方向 當然不可能 每一題都講 如果沒有講到的 你自己要去變化 OK 太多東西可以做了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 從小框框裡面 跳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 再來呢 如果你自己有server 所以有同學就真正去買 NAS 而且 他就經常問我 買哪一台 那我是推薦說 你剛開始 其實可以不用買那麼 那麼頂級的 他這一次居然買一個 最頂級的 直接就到頂了 到頂了 應該 他可能目標 比較遠大吧 可能想說 直接就買到頂了 然後也真的想要 不過說真的 工具 一定要拿來用 不然的話 買一個到頂的東西 就浪費掉了 所以要不就是 你們也可以跟 跟他一起 他已經花了這個錢 對 而且他也可以 算是有 花了這個費用 之後也許有些心得 或者像樹莓派 像Aduno 這些東西 都可以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好 待會的話請各位就是先 把剛剛的部分完成 第二步的話呢 再 把那個 這個程式 直接 那怎麼 變成 Python 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Python的話 特別注意 就跟我們之前的 專案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就是新建一個什麼 我們就不要先用Django 我們也許先把上學期的東西 先回鍋 重點回顧一下 然後呢 再想 怎麼樣把它轉成 在Django裡面應用 所以 請各位 如果是Python的 專案比較簡單 1 先new一個什麼 其實在這裡有找到 因為我剛剛可能 Other 然後找什麼 這個 PyDiv 那我們之前 這個 這邊 我們建了一個 PyDiv 那裡面的話 我們是Django 不過先不要用Django 我們先簡單一點 請你先用什麼呢 這個 PyDiv的project 最基本的 PyDiv PyDiv的project 然後下一步 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上學期是TESL 或是你可以用TESL好了 假設老婆 我們一個測試用的那個 就是複習上個學期的 然後直接Finish就可以了 另外它會自動幫我建一個Source的一個套件 所以直接Finish 那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什麼 一個Package 專案名稱叫TESL 它的套件名稱叫Source 請你在上面如果你要增加一個新的Python的 程式的話 其他單位就模組 請你在上面按右鍵 新增一個什麼 Module 上學期都講到 如果你上學期沒有跟到的 或者是上學期你忘了差不多的話 可能這部分 做一下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練習什麼 練習剛剛的 邏輯判斷的話 那 等一下 取消 按右鍵 在這個Package裡面 New一個Module 那他會問你說你要放在哪一個Package 我就放在 理論上應該是直接 就是這個啦 就是放在它裡面 然後名稱的話叫什麼 所以這個可以不用選 然後Name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什麼 判斷的話叫if 用邏輯 邏輯判斷什麼呢 年齡的話呢 也許H 底線H 然後Finish一下 OK 那這裡的話當然OK 它裡面會預先幫你 先 放一些東西 那我們主要是 要把 剛剛看到的東西 把它做過 所以 我先用這個Demo給各位看 Ctrl C 一下 直接在這邊 Ctrl V 那你可以看到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 RUN RUN它 它會自動出現什麼呢 請 輸入年齡 那我輸入15歲 Enter 它會跳出什麼 未成年 有沒有 那一樣在執行 你可以利用這個邏輯 80歲 Enter 老年 OK 那主要是了解這個 那怎麼樣把 這樣一個東西 轉換到那個 我們的Jungle裡面 這邊有幾個重點 大概說明一下 一 這個Edge是一個變數 那在Python裡面 不需要宣告任何變數 你要 產生一個變數 是當你第一次使用 的時候 它就決定 它裡面要放什麼 而且放哪一種資料形態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 本來 我們如果要輸入資料的話 是用Input 這個方法 它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什麼 那你輸入完之後 它會幫你接到 可是如果你接到的時候 它這個80 假設我輸入80 它會輸入到它裡面的 資料會是這樣子 前後雙引號 因為Input 放進來的東西 只會是一個文字 那問題來囉 你這邊放個文字對不對 它是放80好了 80的文字 它跟那個什麼呢 跟這個80 是不相等的 而且前面是文字 後面的書 沒有辦法比較啊 所以你一定要多做一件事情 否則會出錯 你看我這邊直接執行 假如沒有加那個int的話 80 Enter 它會出現錯誤了 而且它會告訴你錯在哪裡 底下的話呢它會跟你講說 Type Type是什麼 資料形態 L是錯誤 它說呢 比較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幫你 把那個什麼呢 Between那個 String跟int 兩個我沒辦法 你如果是給我個字串 我沒辦法幫你比較 所以怎麼辦 請你在這邊加一個int 前刮壺 後刮 這個意思就是說 把原來的80 自串 變成80的 數字 這樣的話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 那if 如果是一重是if 兩重是else if 後面記得一定要加冒號 輸出結果 那如果有多重的話 就是加一個else if 再判斷 再else if 再判斷 應該沒問題吧 那上學期都有講 所以最好 你跑完之後 比例就掉 自己打吧 OK 應該沒問題啦 那你也可以換個邏輯 沒關係 性別 也可以啦 或者是身高體重 有你身高多少是高個子 多少到多少 標準 多少到你是矮 矮冬瓜 之類啦 反正 可以自己再換一個邏輯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是把 上學期的邏輯部分做一個重點回顧 因為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以後呢 如果你在 Jungle裡面要做一些邏輯判斷 你一定要熟悉這個邏輯 如果你對這個邏輯不熟悉 以後 人家給你資料 你要給他什麼東西 沒辦法判斷 那就麻煩了 所以第一個 在上學期最重要邏輯 第二個是回圈 回圈的話有for回圈 跟那個 畫有回圈 那這個以後如果你要重複做什麼的話 也要喔 所以邏輯回圈敘述 這兩個 是程式裡面最重要的點 所以如果你這兩個不能熟悉善用 的話以後要寫 複雜一點的應用 或者是跟資料庫做處理的話 那就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為很多人我發現 其實是懂但是程式寫不出來 因為 一些基本的邏輯敘述 就是會產生錯誤 請各位先試一下 一 先在那個專案裡面 再新增一個 Python的專案 二的話呢 在裡面 按右鍵 產生一個 module 那那module名稱呢 我把它取名叫 if的h OK 試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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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